你平时刷短视频吗 平时刷短视频吗 平时也刷 也刷 刷什么短视频 我是游戏 游戏 完了装修 装修很好看 很喜欢装修建筑 包括小软装 家里摆点啥好看 也会看 我看一些断则土味的一些视频 土味断则 有的土有的不土 菠萝冷朽的做法 菠萝切块 加水放盐浸泡五分钟 放入榨汁机加入半杯雪碧 加入冰块 夏天热的时候喝 能胃疼疼一宿 菠萝冷朽 还可以 这个它是一个类型 就是那种反转 对就是有一些就是冷不丁的 就是搞一些就是反转 前面特正经的那种 是 看我这个 冷不丁的 看我这个 看手送的 我太喜欢这个了 所有的戏我都看过 是不是 不是闯罚 征服 征服 对 不好笑吗 真的还好 把那个红雷哥认错了 那你创作时候会担心吗 比如说有一些内容 和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的习惯方式 或者他们的接触通路搭不上 你会担心吗 会有 包括地域性的 包括年龄跨度的 都会有这担心 我不愿意用那些热词 但是我 我得去了解它 对 不然你都听不懂是啥 最近了解了啥 最近 河南拔支持 这是个鞋鞋梗来着好像 对对对对 对吧 是是是什么来着 我这我确是听过 很难不支持 很难不支持 啊 哦 输了输了 嗯 我老看到有人发什么 EMO是干啥的 EMO 你知道呀 太迟了 一 哎呦 哈哈 就是情绪很低落 很低沉 因为情绪的英文是 emotion 所以我很少用 我老觉得我这把年纪了 用那种东西 我听你说我上去见到你好长时间 最近很EMO 啥不啥 一下给你整个EMO 都很少用 我觉得这玩意儿跟年龄有关系 那你怎么保证你的段子 或者你的梗 你的包袱 是现在年轻人想听愿意听 或者听了真的是发自心底的 能够笑得出来的呢 你怎么保证 万一小松他们坐在下面 啥种 我只能揍他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